大马糖厂早前因为开斋节假期暂时关闭 结果引发东海岸闹出白糖荒的现象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南都司理沙拉胡丁指出 新货源将会从明天起分派给批发商和零售商 他希望民众不要恐慌 也不要听信白糖价格可能会飙涨的传言 早前有报道指 吉兰丹居民从4月22号开始 难以获取一公斤包装白糖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南都司理沙拉胡丁表示 位于柔佛和槟城的糖厂 因为家节关系暂时关闭 导致市面上出现白糖供应短缺的问题 不过这只是暂时性的现象 大马糖厂已经在4月25号恢复运作 而且明天将会派发新的货源到吉兰丹 为了1中午视频中将未接触进行与特殊的 另一方面沙拉胡丁也表示 虽然国际原棕油价格上涨 但为了不加重人民的负担 政府决定5月8号到6月7号的 瓶装纯棕油实用油零售顶价将维持不变 所以由于而继作出地底會有我不能 取持核心才能取持核心 在本身上也能取持核心 从氏勺壁封 公司券如果拿來上瓶装 沙拉胡丁说 根据2023年价格控制和反暴力法令 一公斤瓶装石油的零售顶价为 6令吉90仙 2公斤13令吉30仙 3公斤19令吉60仙 以及5公斤30令吉90仙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